那麼,這個是關乎我們新界的權益,那樣東西,因為現在來講呢,我們在立法國會議會呢,就是多了。 希望呢,我們直至九月份選舉呢,就是可以,我們多兩三個決議,可以多些我們自己人,為我們新界人出聲,那這個黨呢,就是歡迎所有新界人參加,包括現居民啦,可以住在新界的地方,我們居民啦,都可以男女,都可以參加,十八歲以上都可以參加, 因為,是想平衡一下,我們新界人,因為我們新界現在的代表呢,而是代表人非常之少,沒有人幫我們出聲,那就是,即是,值得的機會呢,我們新界是言居民啦,新界,除了新界的人都,很多人,只有言居民都有幾十萬元,所以呢,就希望是要組織,我們是組織的黨,有票,才有,才可以出聲,都可以爭取, 希望呢,希望呢,大家都可以向國區的鄉事會,啊,就拿這個表格,那我現在呢,就希望大家都支持一下,那現在呢,我想請我們三十個主席,李冠雄,議員呢,解釋更詳細一些,好不好? 讓我一下,先請給新界vy resonated speaking 한번... 為何我們不賭黨呢? 特意議員呢! 三位村長,華清村長,楊鋒村長 在這裏,大家簡單地講解一下 其實近來大家都知道我們新界遇到很多問題 包括丁權、責見、規劃 很多問題,甚至我們現在的狀區都會有問題 當然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在政府對話的聲音上缺乏 現在政府的取態就是 很多事情都不諮詢我們新界開業局 或是我們各區的向示威會 唯有我們經過我們新界鄉議局的小組內部討論 大家都有個共識 希望現在還在凝聚 希望拿大家村民的意見 如果我們新界人能夠有一個自己屬於自己真真正的組織 有代表在議會裏,我們的發聲就會被聽到 但是大家要明白 新界鄉議局就是受到一條法例 1097章的規限 因為它是跟政府的資助有關的 變成有時在不同政府的對話上 和一些活動上是未規範的 所以有些鄉事的朋友 我們大家經過討論之後 就覺得不如我們自己新界的鄉親、鄉民 甚至沒有 不一定是原居民的 譬如說 在新界居民 我們希望自己能夠有一個組織 代表我們新界的 真真正正是代表新界的 因為在那個新界問題上 往往有時的政黨 和我們的意願未必是一樣的 有些政黨對於我們的政權 和我們的土地和規劃 和意見未必跟我們 新界居民的意見是一致的 所以有時變了有點衝突 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有一個 正正式式的自己的組織 是代表我們的聲音 是了解我們新界人所需要些什麼 代表我們去發聲 那就更加好了 在這裏大概我們的構思是這樣 我都希望各位 我們都會呼籲每個村長 每個村長都是 團結你們自己每一條鄉村的村民 希望凝聚到一股力量 將這個組織組成起來 能夠真真正正代表我們新界人發聲 希望這個組織我們能夠盡快組成之後 會有一個真正的代表我們新界的組織 希望這裏大概先講到這裏 詳細情形 其實每位村長都會了解 我們鄉市委員會也會開會 到時候村長會發負消息給大家 希望大家有這個消息的時候 都立即去考慮這件事 多謝各位 請多謝各位 請多謝各位